不要把一些自己遇到的挫折跟困難 去歸咎於其他的事情上 而忽略了問題的本質 我覺得一週之內兩個國家斷交 對國人的心理影響很大 而且總統最重要三大執權 兩岸外交國法 事實上蔡英文總統上來已經斷交七個邦交組 建交的一個都沒有 可是蔡英文總統把它推到 因為要承認一國兩制 我特別要澄清 馬英九執政八年 馬英九總統有接受一國兩制嗎 再推前面 陳水扁總統執政八年有接受一國兩制嗎 現在蔡英文總統執政三年半 有接受一國兩制嗎 未來有可能接受一國兩制嗎 既然不可能接受一國兩制 但是斷交跟一國兩制有什麼關係 當然沒有關係 所以民進黨為了推卸責任 把所有的斷交原因都推到一國兩制這四個之上 這是非常非常令人呆怒的 所以我覺得外交是中華民國現在非常重要 邦交國已經越來越少了 我們一定要珍惜每一個現有的外交關係的邦交國 如果再斷一個邦交國 外交部長一定要下台 而且蔡英文總統一定要拿出作為一根方法 不能讓我們的外交邦交國一個又一個斷掉 這個影響實在是非常的重大 而且更重要不要動不動怪到一國兩制頭上 面對問題如何解決我們外交困境 弄得一個心難下 事實上根本走不通 然後兩岸關係極具的冷凍 我們自己對外的關係寸步難行 所有國際的組織無法參加 請問一下蔡英文總統 你說最能夠保護中華民國主權 請問你保護了什麼 我覺得做什麼事情將心比心 只要對外2300萬同胞都是一樣 我們一定會團結一致對外 但是不要把一些自己遇到的挫折跟困難 去歸咎於其他的事情上 而忽略了問題的本質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對一週斷交兩個邦交國 我提出我的心裡面的憂鬱